- 歡迎收看《通訪夜夜秀》 歡迎收看《通訪夜夜秀》 上禮拜我去副總統辯論會 深度帶回一個禮物 這個就是Jula吉拉雪莉12年 英國銷售No.1的Single Mall 哇!Single Mall來了 但要喝的人有來嗎? 各位觀眾 讓我們掌聲歡迎 民眾黨的副總統參選人 吳馨宇 我登門拜訪邀來的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的邀請 謝謝 副總統好 謝謝 我是今天剛從高鐵才趕回來的 今天早上天還沒亮的時候 就 就出門了 然後去這個嘉義 雲林 車嫂 然後之後再彰化 拜市場 然後剛從台中坐高鐵 八點半才到的 哇! 謝謝喜寧 我知道您只有說這個1月6號請我嘛 對 我就不會放你鴿子的 哇!你太辛苦了 哇! 哇! 唉唷!那麼辛苦 先來喝一杯啦 先來喝一杯啦 來來來,嚐一下 謝謝 來,妳要的嘛 烈酒款待妳 我說到做到 我們不用乾了 我們就稍微抿一下喔 待會兒再 再繼續喝 謝謝 謝謝 有符合您期待嗎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 小孩的時候最愛冷的 好啦,還是請Alby講一下好了 因為畢竟吳欣盈在擔任副總統參選人之前 沒有人認識 好,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吳欣盈 他曾經呢,在星光金控呢 是董事 那也曾經是 英國保守黨 副黨魁的助理 現在是立法委員 也是這次民眾黨的 副總統候選人 我對於你講 呃 小孩人行春 最愛喝的還是威士忌 我很不認同 我有特地準備了一款 真的是小孩人行春 台灣人最愛喝的 我 這個副總統 你有聽過莎士比亞嗎 沒有聽過 就是 威士比套莎士套莎莎 這是什麼 我也沒有聽過 今天讓你來食一下人間煙火 來,我現場幫你測調 好,bring it on 這個威士比跟莎士 然後套在莎莎亞裡面 to drink or not to drink 對 這個 你幹嘛那麼多 這個莎莎亞的白色 現在變成紅紅黑黑的 是不是像 像民眾黨一樣呢 我覺得黑色也不錯啊 現在黑色很流行 在美國是 black lives matter 你要抿一口嗎 好啊,好啊 那你會扔嗎 還是我呢 哇,我可以嗎 可以啊 一點點就好了 表情微妙 哦對了,主持人 這個 可能不能用乾的 謝謝 吃一點就好了 可是剛好呢 今天在觀眾席 我有五位從日本跟新加坡 來的朋友看我們的節目 今天晚上的時候 我可以帶他們出去 請他們喝這個 他們可以跟我們大家招招手 在那邊用後方的朋友們 歡迎 久不見 我的朋友 謝謝 好,謝謝 好 好,主持人 你們很久沒有見了 好久不見 他們今天才剛到 那因為我跑去南部嘛 所以他們今天晚上才先 現在才來節目上看我 那你昨天晚上有睡飽嗎 還好 所以大家平均睡五個小時 哦,可是主持人 我有禮物要送給你耶 哇 我現在看到副總統送禮物 我都會滿怕的 哈哈 你又要送紅包吃嗎 還是春蓮 我有個這個 春蓮要送給你 好,我先把這些收下去 這裡有好多張 可是上面這張是我自己 手工做的 哇 哇 好有心哦 厄運都來 哇 哇 你們真的是有水準的政黨 這是龍年的 祝大家這個 龍來龍來 龍來 龍連行大運 哦,謝謝謝謝 對,這個一塊錢 你有沒有看到 嗯 你這一塊什麼意思 一塊就是 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 對,就是要投一號 哦 一無反顧 拼一次 謝謝 這個 沒有會選嗎 30張就有 30張就有 謝謝 謝謝 哇,這邊還有很多耶 哇 天啊,真的很用心耶 哇賽 可是平常說 在選舉最近 我喝 我的最喜歡喝的飲料 必須承認是 Red Bull加上川沛琵琶糕 哇 所以我可以送主席 呃,不主席 哦 主持人 沒關係 兩位都是 對 對 賀龍也是你的老大嗎 這個 這個喝有點 麻生 等一下,我有點混亂 我到底是國民黨副總統 還是民眾黨主席 對啊 對 兩位都是戴眼鏡的帥哥 這個就是我的平時的 琵琶糕加上Red Bull 可以送給你 哇 哇,你到底代演多少飲料 一個可以護猴 所以 我從來沒有把他們 我就是這次選舉的時候 把他混在一起喝 你確定你要護猴 在戰車上面就是喝這個 好,那我們聊回正式好了 因為 上禮拜是 趙沙康來我這邊 大家可以感覺到 他們應該是想要 來氣科保猴 你們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其實 這是很難得 這個24年來 有三個政黨 這個撒卡都 你看我們在這些 許多的場合裡頭 都沒有發便當 也沒有包巴士 隨便一個活動 都有三五萬人能來 所以我相信 這是一個 真的一個改變的契機 對 所以 氣保是不可能的 而且要主持這個 聯合政府的話 民眾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歡迎 其他的黨來加入我們啊 對不對 我當場也有請這個 趙先生 到我們的NCC的主委 或是我的副總統辦公室 發言人也可以啊 對 那只是說 對 那只是說 要當總統辦公室發言人的話 可能還要問 我的另外一個 主席老闆 對 另外一個主席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還沒有喝那麼多 還知道你是誰 不好意思 只是瘋漏的嘴而已 所以你有想要 延攬趙少康 一起來做事 因為我只有聽到 你說要請他們吃Buffet 這個 這個有 這個Open Invitation 可是他們還沒跟我回覆而已 對 哦 所以你真的會請 等我們執政的時候嘛 這個聯合政府都請他們 大家都來 大家一起來 又一個人 對對對 那可以帶我去嗎 好啊好啊 歡迎歡迎 我會去喔 好好好 歡迎歡迎 我們七個人做一桌這樣子 好啊好啊 八位 八位 八是個lucky number 對 你剛剛說你 棄保是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們現在 民眾黨主張棄保 國民黨 你們是非常有機會 可以直接碾壓民進黨的耶 那就要看 下個禮拜 大家 就是 把這個寶貴的一票 要怎麼樣做決定 就是台灣的未來 就由你們民眾做主了 那我問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才知道 你自己會接任副總統參選了 就是星期五早上 登記的那天早上 對 哇 是 你是接到電話嗎 還是有人敲門想說 欸你是副總統 什麼樣的情境啊 是我的助理 敲我的門 按門鈴同時打電話 那我在家裡頭 就 就他跟我說 老闆 老闆是你啊 這樣 那你當時是怎樣 是超開心嗎 是開心嗎 是開心的嗎 我有點shock shock 因為其實就是說 藍白和 但是藍白破局 是星期四晚上嘛 就是前一天晚上 那時候我還跟同事們 快 早上十點多 我們還聊說 欸這個藍白 會不會明天早上再合啊 對 喔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我們就沒有其他的消息 因為其實 在更之前的時候呢 是 主席的辦公室有來 就是要求說 要我填一些資料 那我就是有三年前的這個 就是參選這個立法委員的憨選嘛 所以當時沒有要下去選 然後 所以其實手忙腳亂 那主席交代的時候 辦公室他說 喔那就把東西填一填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說 藍白會不合嘛 這是一個 然後主席後來有跟我 很快速通個電話就 喔 對我跟你講喔 就是這個 就你就填一填 我跟你講 反正喔 也不會是一定要考 你啦 還有很多人要考慮啦 喔這樣 OK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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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時候就是 喔好吧說 大家就趕快填一填 老闆交代我們趕快填一填 然後就繼續工作了嘛 所以說那時候發生的時候呢 是非常突然的 可是我必須說啦 我針對這個事情 我已經準備了20年了 因為其實我又覺得說 從商轉正 其實我家從我外公跟我叔叔們 他們都有從商轉正的這個經驗 那只是說換一個跑道來持續關心 我所想要改變 發生的改變 大概是這樣子 等一下我剛剛聽到一句話說 柯主席說 反正人選也不一定認得會是你 對 當時還有哪些人選 是副總統參選人 我沒有時間跟他 就是主席只是交朋友就 嗯嗯嗯就是 He didn't make me feel very special 喔 喔 那我必須說 欣穎你剛剛這段模仿比教授康好 喔 這樣 那您覺得你是這一次選戰中 最適合出任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呢 當然是最適合的喔 否則我那樣若表現不好的主持人 你不會親我來吧 哇 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那我可以先走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 等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不不不 第一名 你第一名 你先寫是第一名 Number one 請大家 1月13號頭1號 1號 1號 Thank you 主席命運你做好 謝謝 好你剛剛說 你之前要嘛就是 從事經濟相關的 比如說 接家業啊 要嘛就是做政治公益相關的 如果這些都沒有考慮的話 你會做什麼事啊 我在小的時候 想做心臟科醫生 因為我也是心臟病過失的 後來呢 我就看了很多那種 歷史跟考古的 所以我想當考古學家 後來想在聯合國工作 然後平常其實我最喜歡 我之前很喜歡玩音樂 就是鋼琴啊 大提琴啊 對等等 太好了 這個答案太棒了 就是忍真的 還有就是 在疫情的時候 我喜歡學打鼓 對 喜歡學新的東西 哇我們這邊 剛好會有一座鼓欸 剛好我坐高鐵賽 沒辦法把琴扛來扛去 就直接 就是搶著兩根鼓棒 就現一手吧 哦 哇塞自己的鼓棒 哇太棒了 各位觀眾 掌聲給吳馨 嗨 很棒 - 要不是你今天那么晚来,你应该帮我揍出场乐的 - 这些如果有机会再邀请我来的话,就看我今天表现好不好 - 还好的,比变成会好太多了 - 但欣盈觉得自己在辩论会上面的表现是第一名,你觉得你胜过其他两位的地方是什么 - 我觉得如果你们仔细听他们讲的话,像我们有QA,就是彼此在问答嘛 - 那每个候选有三次可以提问的问题,我第二次问的时候是问退休金的议题 - 那其他两个候选人是回答长照,他们没有回答我在问的问题 - 对,而且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一开始其实我在演讲就破梗 - 就是我觉得台湾年轻人真的非常地辛苦,都流血流汗,就看不到未来 - 都看不到未来,都看不到 - 然后怎么样觉得说三个都去,只是心水没去 - 对啊 - 像主席主持人你,对不对 - 对啊,你也是也在做麻辣烫,对不对 - 同时还要兼这个主持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啊 - 对,所以我今天还特别买了这个你的麻辣烫给你的助理 - 好,支持主席 - 该高兴吗,就是怪怪的 - 我已经吃蛮腻的啦 - 哇,我连胃也有 - 谢谢心意 - 你真的很喜欢请大家吃东西耶 - 对,因为希望你的生意很麻辣 - 对,日日上升,对啊 -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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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那我有个问题 - 因为刚才您有提到就是另外两位没有回答你的提问嘛 - 那我记得有一题媒体提问是说 - 要讲出另外两位候选人的优点 - 那一题您好像也没有回答 - 对对,后来我是补说 - 不好意思,我听了说你要讲说你们 - 你们的党主席,你的候选人,总统选人的优点 - 就开始讲主席的东西 - 然后后来叮,时间就到 - 然后我是后来到中场休息之后 - 总是说,他是要问你要称赞旁边的两位 - 所以我后来才回来的时候休息人说 - 不好意思大家,其实两位都非常优秀在这样讲 - 所以我后来是有补充说明 - 但是当下的时候真的是回答没有回答到 - 是不是找不到优点 - 当然有优点,一个是政治精统 - 一个是这个外交手腕非常厉害的,对啊 - 可是真的是,我后来有补答 - 他们两个都没有补答我的问题 - 好,因为今天最后呢想要跟副总统玩一个游戏啊 - 好 - 因为大家总是认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公主嘛 - 不如我们今天来猜一下物价 - 好啊 - 我跟您PK - 好 - 因为我代表的是庶民主持 - 我是代表新手妈妈 - 我有时候会去那传统市场买菜啊 - 全年我也有,you know,常常去逛啊 - 哇,那等一下就来验证这个是不是事实哦 - 来,马上进入猜物价挑战 - 好,这个环节呢我们准备了七个题目 - 然后都是不一样领域的物品 - 邀请两位人来猜这个物品的价格 - 谁最接近呢就得一分 - 好,那副总统我们来对赌一下 - 假设你赢的话我会送你一个礼物 - 我会送你SOGO的礼券 - 因为这是我认为最好逛的百货公司 - 那如果我输的话你就给我星光礼券 - 星光礼券不能送 - 不过我可以送给你星光医院的 - 买一刀送一刀 - 好狠哦 - 要你去看医生啊 - 我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 - 因为我最近有出一些夜夜秀的周边 - 我出了马克杯,还有我的徽章 - 如果我赢的话 - 你就带... - 如果我比较喜欢,谢谢 - 你带着我的杯子,带着我的徽章 - 去投票 - 好,那如果说我赢的话 - 那你连续两场都要别我们的科匹别账 - 再组织节目 - 哇... - 还有... - 要跳这个叫做这个... - 这叫什么舞 - 叫做... - 炸裂舞吗? - 炸裂舞,你要跳我们的党的炸裂舞 - 好 - 然后我就把它播... - 现在当场就要跳 - OK,好 - 好吗? - 好,就说... - 这个我是蛮乐意的啦 - 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广告版位,你知道吗? - 您的财力一定是轻松可以付的 - 好,谢谢,谢谢 - 好,那马上呢,进行我们第一题 - 七七乳加巧克力 - 哇,这题... - 等一下... - 无腹答得很快耶 - 是不是有大小条啊? - 这应该是大条的啦 - 好 - 两位都已经作答完毕了吗? - 那我们可以一起翻版哦 - 好 - 三、二、一 - 两位都是二十元 - 哎呦,我乱猜了 -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 恭喜,两位都答对了 - 好,两位准备好了吗? - 来,来,来,来 - 来,第二题 - 好,第二题的题目是... - 超商大宾美 - 四百八十cc的黑咖啡 - 好,两位请翻牌 - 六十元,然后这个是二十五元 - 这么便宜吗? - 好,我们超商大宾美的正确售价是... - 四十五元 - 诶,这样是... - 这样是你比较接近的 - 我赢耶! - 差五块 - 哇,那个是二十年前的吧 - 有点激烈哦,第三题的题目是... - 珍珠奶茶七百ml - 诶,有人在喊是鲜奶茶还是奶茶 - 哦,没有说鲜奶... - 没有加一个鲜的话就是奶茶 - 哦 - 对,鲜奶茶会加一个鲜 - 然后下修哦 - 好,来 - 好,两位请翻牌 - 哇,有点差距哦 - 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 五十元,五十元 - 你真的是小公主耶 - 还没结束,还没有结束,还有四题 - 好,OK,来第四题 - 台铁排骨便当 - 你不是才吃过 - 没有,我上一集是叫制作人去买的 - 好,两位请翻牌 - 哇! - 友之一同答案是一百元 - 但是我们正确的售价是... - 八十元 - 哇! - 好,那这一题就是两位平手 - 嗯 - 再来第五题呢 - 阿唐贤舟的综合贤舟 - 哇,这个是台南名店耶 - 非常的有名的一间店 - 这个有讲年份吗? - 今年的,就是现在的售价 - 哦 - 两位请翻牌 - 这就是所谓的平复差距吗? - 有没有,看一下两位的... - 在夜市买的东西吧 - 呃,不是,它是一间排队老店 - 在这边 - 非常非常有名 - 然后呢,每年都一直涨价 - 嗯 - 但是现在的售价呢,正确答案是... - 一百八十元 - 当我赢了 - 加金 - 加金 - 有助理买便当就不一样了 - 哇,OK,OK,OK - 好,我们剩最后两题哦 - 好,来 - 好,接下来这一题呢 - 哇,这个有点困难 - 好,我们两位可以看一下 - 这个是松江南京六坪大的小套房 - 请两位拆一个月的租金 - 那二位在四楼 - 诶,这个采光是好的哦 - 对 - 好,两位请翻牌 - 六千八 - 一万二 - 六千八可能很困难 -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 因为没有楼梯,又是四楼 - 所以我想说比较辛苦爬上去 - 没有哦 - 现在... - 现在房租真的... - 好,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 哇... - 一万五千元啊 - 一万五千元 - 一万五千元 - 副总统,你看我们多很... - 顾多苦啊 - 现在六千八只能租到那种亚房 - 对... - 对... - 好... - 现在最后一题哦,决胜题 - 来... - OK... - 好,这一题哇,赫龙要加油了 - 我们的题目是... - 爱马仕薄金包 - 牛皮 - 好,我来讲一下它的尺寸 - 长二十五公分 - 宽十三公分 - 高二十公分 - 提把的高度约莫七公分 - 什么... - 赫龙加油 - 你刚刚阿棠贤中四百块都可以了,你猜一下啊 - 我完全没看过这东西 - 好,两位... - 请翻牌 - 这么贵 - 看看答案 - 又要看那个皮啊 - 对,这个是牛皮的 - 还是哪一年的啦 - 要看是哪一年的 - 然后颜色啦 - 然后这个是... - 就是看是原价还是二手的 - 对啊 - 太专业了吧 - 这题真的是太难了 - 好,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 六十五万八千元 - 诶,等一下 - 可是我必须强调 - 我用的都是我奶奶留下来的 - 所以我自己没有花半毛钱 - 哦... - 好 - 好,恭喜 - 这个游戏 - 化身的是HELLO - Yeah - 哇,险胜耶 - 好啦 - 呃,副总统 - 按照约定 - 您要带着我的周边小物 - 拿着马克杯 - 憋着我的徽章去投票 - 好,好,一定 - 一定 - 啊 - 拿马克杯很奇怪,对不对 - 所以我当然 - 可以送你一支 - 吉拉雪地十二年 - 你可以带着这些礼物去投票 - 好 - 但最后你好像还是蛮想跳舞的嘛 - 不能我们就最后来跳一支舞 - 炸练一下 - 好,谢谢,谢谢 - 那你陪我跳,我就送你这个别针 - 好 - 那给你带 - 帮你别上去好吗 - 谢谢,帮别再跳 - 我上次帮他别针 - 也是帮主席别针的哦 - 噢 - 帮我们再钹 - 但是帮我们的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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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怪怪的 最后那个舞要怎么跳 对啊 好 那你喊 走路快就走到 跳走无心盈 跳走无心盈 各位观众 掌声谢谢无心盈 谢谢 谢谢 掌声谢谢 谢谢 感谢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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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